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我們臨時召開一個記者會 因為也是剛才臨時 明天開始就原來公布的 公費流感疫苗能夠施打的對象 要從明天開始 50歲到64歲要先佔營 當然是也有先打 但問題是今天我們在這邊 包括我們的賴世保委員 到今天現在到場有兩位 翁弘雲旅長 他們年輕的旅長 我們周輝泰旅長 都是到目前為止 從明天開始才要施打的社區 都掛在牆壁上給大家看的 就是政府他拿來做宣傳的 就50歲以上都可以施打 再來呢 越流感疫苗打得很慢 很晚 在公費接種的部分 所以我們一直想問 以前衛福部呢 也都會分階段施打 因為疫苗不一定是同時到 所以會看哪個族群先開始打 所以我10月5號同步全部一起開打 這個都是我們之前問了衛福部的相關的問題 就知道衛福的量夠 但是事實上大家要知道前幾天 早就有警訊出來問衛福部 其實大家都可以預期到 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 所以大家會希望多一層保護 讓自己能夠 起碼不要得到流感 從第一天第二天 大家就可以看出端倪 我們就不知道說 為什麼一個團宣布 從明天開始 50歲到64歲不能施打 那對於已經 公告貼出去的社區施打 原始被洗臉的會是部長嗎 被李明罵的會是誰 公開出來 你到現在不道歉 這種事情總應該道歉一下吧 再來我們要問的是 到現在為止是打的狀況 真的沒有辦法 一定要這樣子暫停嗎 是不是能夠不笨 能夠讓公告出去 不要讓大家覺得政府 又再次違背了自己的承諾 還有我們的衛福部 能夠就今天這麼草率的宣布 能夠一個緩衝期 讓里長如果真的有變化 能夠重新去做公告 但不是到這樣 明天就開始要打的里長 要怎麼樣來做處理 所以再次譴責對於衛福部 沒有精準的做預告 全面一起開打 造成現在疫苗不夠 回過頭來才說 說斷就斷 穩斷的全體民眾了 我們先請財事保委員 好 謝謝 那麼這個我們的書記 以及各位先進 我們看到的是 衛福部啊 毫無章爬一踏舞 怎麼可以 一跳就喊緊 是當初原來的公告 盧福部啊 他的政策改變 所以就不給你打了 馬上成效囉 這一批的人大概 人數應該有其他辦法 這些人就馬上不能打 雖然我的選區不在大安區 都一樣 我也跑過這裡面 我最近也在跑這個人 他們在打流感的時候 非常有提早來準備 因為那我才打到現在 短短這麼十來天的時間 整個來講 已經打掉了兩百幾 七萬幾 所以平均一天大概 同一期是兩百二十六萬 整整多了三成 當然這個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 可是現在的限制是什麼 是除了五十歲到六十四歲以外 如果你月三高高 先放在後面 這些東西這些改變 我想老百姓能夠量級 而且大家緊張 所以今年的量應該比較大 你供應可能來不及 因為你訂了後 將近八百萬啊七百萬也好 那麼沒辦法一次到處 老百姓可以幾量 朝令夕改什麼 馬上成效 你好歹一個反同行嘛 你說喂 你要趕快 十天以後 我開始做一些管制 因為我現在量不夠 我們現在除了大安區啊 我們現在去鬥降 台北市幾乎各個區 都有這個現象 不過的理啊 他們就是大概一次就打完了 沒有了 對於衛福部這樣子輕率的 一個來改變他原來的一些的管理方式 管理措施 我們不能夠 希望他有一個反同行 最後反同行要訂出來 比如說在按照原來的規矩 現在疫苗的不夠 我們不能夠體諒 那我們一方面 我們希望他有什麼東西 好 我是大安區勤選理的理長 我在這邊來講 我要做一個表述 也可能是全國的一個理長 做以上的一個代表 立法委員跟我們賴斯堡委員 對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要告訴我們全國的公平 為什麼呢 一個政府是贖勒給人民一個誠信 你 所以你今天政府啊 責務旁貸 也成為我們 李密華委員所講的 不應該該斷則斷 在這段期間 每一個里大概說 三百多期 四百多期 如我如土的 我是排在十一月十九號 那不能因為別人說 我們既然國家對政策 有所要突改 我也這邊呼籲 我們委員這邊 是不是能夠做一個反中期 讓我們的國家治理 這樣子做一個推脫的 真是可能來講 要有一個反中期 讓我們有所因應 以上來講 我是代表 這樣子一個基證 周維泰里長 現在很早就有預期 請說一下 謝謝委員 我是 台北市大院區民造里長 周維泰 因為我個人認為 站在第一線的執行單位來講 我不認為 寫這個 五十歲到六十四歲的人 不打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很明顯 到我們先說 我涉淡的地方 大部分的涉淡的時間 都是在平常任 如果 這個讓五十四 五十歲到六十四歲的人 不打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很顯然 這並不能解決問題 希望這個衛福部啊 在決策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精確一些 是不是能夠 收集更多的數字 來解決問題 我們打流感疫苗的是 兩百一十二人 大概是四倍多 那假設我們今年一樣 絕對 原本就已經不夠 那 不給我們多就算了 現在還要給我們上 我們 我個人認為 集星是沒有關係 但是處理的方式 原始 不要這麼樣 所以讓我們第一線 在執行 這個配合政府 執行 這個 這個防禦政策的方式 我們認為 這個地方在做的時候 都會變成一些 造成明月 謝謝大家 謝謝